所以用這個方法把時空突破了 那你的境界就不相同了 馬上就擴大了 這個生活的空間就變了 不居屬在這一個時空之內了 所以這是一個科學沒有法子突破 科學用許多科學的方法 但是它都沒有離開妄想分別之主 所以它沒有法子突破 科學能突破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把妄想分別之主放下了 這個突破就不難了 所以古印度 許許多多高級宗教 通通修成天 中國這個道家也修成天 儒家也講定啊 知之而後又定 定而後能安安而後能去太講這個 但是儒家講的有程度淺不深 沒有道家講的深 那講的更深的那就是佛家 佛家講禪定真叫甚深禪定啊 能把所有空間維持全部突破 他有理論 他有方法 只是現在修佛的人呢 未居上做 還沒有離開明文立揚 還沒有離開貪政之慢 那跟世俗人沒有兩樣 啊 啊 這些天台大四所講的 這叫明字 為人呢 有名無實啊 那不是真修行的 真修行的人不一樣的 啊 這些離私我們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啊 然後啊 你要依照這個方法去做 你有定有慧 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啊 世間人成為很複雜的問題 在佛法裡面看很簡單 啊 從禮上講 凡手有下 皆是虛妄 啊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報應 思有禮物 向有幸福 總不利益因果 啊 所以懂得因果的人 這個人真真有福啊 沒有我念 沒有我的念頭 啊 沒有物言 沒有我的行為 啊 真真是把自己修到 純盡純善 啊 縱然受了冤枉 啊 別人毀謗 無辱陷害 心裡面是平靜的 不但沒有怨恨呢 還感恩